2010年9月6號下午4點多 一路趕路終於來到了火焰山 名不虛傳了,好熱喔 在這個不毛之地幾乎看不到任何綠色的東西 然後遊客比我想像中多呢 天空超級藍的,遊客也超級多 然後這個是,據說是一個有錢的商人 當初的構想就是要設一個滑水道 是要從山頂上直接帥氣的滑下來呢 不過後來見到一半之後 好像聽說這樣的玩法太刺激太驚悚太危險了 所以蓋到一半就停工了 不過這個創意還不錯啦 只是安全性有待商缺 這邊風沙還蠻大的 然後放野望去一望無際 我覺得這個時候我都有點 稍微可以體會 唐山藏的 到西方取經的感覺了吧 啊,才幾個小時我已經被折騰的快受不了了 你看超級光粗粗的 遠遠的山頭 還有車子在穿梭 都覺得變得好小喔 這流水 這是滑溪啊 好,看一下這裡 超多人的 喔,我們一日行程的島有在呼喚了呢 所以,我要下山囉 好... 好...